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阿南德点名恭喜,这五个生肖带黄金,财运十倍十倍涨,想不付都难,黄金首饰一直是受大家追捧的,但是首饰也不是随便带的,要带适合自己的首饰,才能提升自己的运势,不适合佩戴黄金首饰的人, 带了会降低自己的运势,适合佩戴黄金首饰的生肖,才能够利用黄金首饰体运,那么适合戴金的五大生肖,都是哪些呢?生肖嘛,数马人五行缺金,所以佩戴黄金的话或多或少,可以弥补这种五行不足,对你们的运势来说,是有一定助力的,如果数马人佩戴黄金的话, 自身的财运会有明显的提升,不仅赚钱更加容易轻松,个人气场也更加强大,黄金也能提升, 数马人的感情运势,生肖羊,数羊人佩戴金首饰,能提升事业运, 尤其对于那些做生意的数羊人,经常佩戴黄金首饰,会让他们的事业顺风顺水,步步高升, 数羊人本身性格较为软弱,平时不懂得拒绝人,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柔软的性格,而吃不少亏, 所以说,金首饰能带给数羊人好运气,生肖牛,黄金首饰能提升, 数牛人的桃花运势,尤其是情侣之间,一起佩戴心心相应图案的吊坠, 配以黄金项链,就会更加相得益彰,女孩子们还可以选择, 黄金的陆陆通造型配以红绳,以此增进牢牢把握自己的幸福, 婚后两人不仅感情深厚,而且还会助力事业, 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,开一家夫妻店也未尝不可, 所以说属牛人,适合佩戴黄金首饰,生肖狗,能够使属狗人面试顺利, 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考试,或者面试时,如果佩戴这样的首饰, 一定会从人群中脱颖而出,女孩子如果在新婚时候, 收到来自长辈们,赠予的黄金手镯,则会对今后的家庭关系, 下一代成长都大有助益,所以说,属狗人最好在经手式上刻字, 生肖羊,他们会接收贵人的相助,可能是不用到社会上, 职场当中,在校园里就可能有师长,或者学长对他们的学业, 提携和指导,有时候效果还非常显著, 也许贵人就是一个,偶然相识的陌生人, 但是却对他们的未来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 让他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,从此改写人生道路也说不定, 所以说,佩戴黄金手势,是非常有必要的,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王母娘娘下凡,七个生肖非富即贵, 快接福气,王母不等人, 王母娘娘是传说中的女神, 原本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一个, 信古怪异的神, 后来在千年的流传中, 变成了女性化与温和化, 最后就是我们熟知的, 年老慈祥的天上女神, 很多的传说故事中, 王母娘娘, 都是住在昆仑山的瑶池, 园里众有盘桃, 时之可长生不老, 也有称为熙王母的, 生肖猴的人, 生肖属猴的人, 为人机智, 有很强的适应能力, 在各种环境下, 都能做出一番成绩, 财运爆棚, 正财大望, 横财连发, 必能一夜暴富, 赚钱赚得手软, 腰肠万贯, 属猴人应运生助帮忙, 各方面都比较轻松, 生意能够大火, 属猴人一生很注意规划,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, 和为人处世的原则, 他们在职场个性独特, 做事善于动脑, 业绩也很精通, 未来必会把握时机, 使自己事业、 财运都有良好的表现, 生肖羊的人, 羊年出生的人, 乾坤运转, 大运不停, 福星高照之日, 遇事助肖羊的朋友们, 未来几个月内福星满堂, 福源化财, 财源不尽, 在赚钱的道路上, 他们将会, 马上找到新的赚钱方式, 尚有天喜新庇佑, 财运望, 蜀钱更是停不下来, 生肖牛的人, 生肖蜀牛的人, 急运得天助, 赋福银门而运望, 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上, 都会出现双喜之兆, 财运爆棚, 正财大望, 横财连发, 必能一夜暴富, 千万横财不算多, 百年难遇的大土豪, 生肖牛台币赚到报, 生肖虎的人, 虎年出生的人, 急运缠身, 惊喜连连, 急贵气又多金, 享福不尽, 天赋极高, 精明果断, 下半年贵人临门, 会有很多亲戚朋友给予帮助, 给官运带来突飞猛进的进展, 工作无往不利, 事业迎来较大突破, 开启晋升之路, 升职加薪不断, 平步清云, 事业有成, 生肖熟兔的人, 生肖熟兔的朋友, 横财滚滚来, 属兔人他们懂得审时夺势, 因此人缘好, 不管做什么事情, 都能够大赚特赚, 随助时间的增长, 属兔人财门大开, 很快就能够大赚特赚, 生活幸福, 尤其是财运和横财运, 对于你们来说, 可谓是惊喜不断, 财运连不尽有钱, 还会有完美的爱情收获, 生肖蛇的人, 属蛇人, 银横财, 惊喜连连, 大财将至, 大吉大利, 富贵盈门, 他能感应到第一手财运, 而聚财能力, 好到让人刮目相看, 再加上他们此时得贵人相助, 领导赏识, 不但能升官, 更能享富贵, 何家安康, 同时也会获得更多的赚钱管道, 大财不断进账, 赚到不少的金钱, 财运不俗, 收入丰厚, 生肖龙的人, 属龙的人, 天生就智商超群, 又很聪明又坦诚待人, 红运当头, 财运大旺, 收入翻倍涨, 从此只甜不苦, 事业步步高升, 人生大赢家, 属龙的人不仅为人诚恳, 而且情商很高能力出众, 生肖龙上有贵人下有财神, 赚钱的日子就到了, 在工作上会有很多, 表现自己能力的时候, 从而得到老板的提携, 做生意的生肖龙生意火爆, 正财俱佳横财多多, 财运一路猛涨, 而且喜事皆二连三, 只要属龙的朋友们, 不断地去努力, 注定硕果累累, 闲鱼翻身便富翁,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脾气差, 嘴上爱得罪人的五大生肖, 来看看有没有您,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 总会有一些人性格较为直率, 讲话没有太多的包装, 容易造成误解, 为人处事表现出来的效果,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, 我们将这些特点与生肖相联系, 下面是六大生肖中, 较有可能表现出, 这种特点的生肖, 生肖马, 生肖马的人, 以他们的独立和直率而闻名, 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, 尽管他们所表达的意思, 常直言不讳, 且他们的冲动性格, 常使他们过于草率地, 说出自己的想法, 而可能得罪人, 生肖虎, 作为生肖中的领导者, 虎的人对于错误, 和不公平的事情, 有助敏锐的洞察力, 他们的直言不讳, 可能会让人觉得攻击性, 他们通常射箭般的言语, 可能会产生伤害, 生肖羊, 羊的人, 虽然以他们的温柔, 和理解性闻名, 但他们也能在压力下, 爆发出不可抑制的愤怒, 无法理智控制他们的情绪, 可能会因此得罪人, 生肖兔, 兔的人, 被认为是敏感和保守, 他们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, 这种不合群的性格, 可能会在不适宜的时候, 引发冲突, 生肖狗, 狗的人, 以他们的忠诚和诚实而闻名, 但是, 他们的坦率有时会过于直接, 可能会因此无意中得罪人, 以上生肖都有可能, 以嘴上爱得罪人为特点, 但请记住, 每一位生肖都有他们, 特有的品质和优点, 这只是一次单一的分析, 并不能全面代表, 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或命运, 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, 和接纳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, 并非所有的这些性格的人, 都一定会有上述的情况, 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善良, 智慧和才华, 都是独一无二的,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智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不必须如意添加瑰带增加 散地的心愿, enlightening, 三宝加持和护佑,